台湾车迷期待好久也猜测了好久 究竟MG台湾第二辆台湾生产的新车会是哪一辆 这答案终于正式揭晓 就是MGZS跨界休旅车 也将在台湾正面对决日产Kicks 以及即将上市的丰田Yaris Cross等新车 在介绍这辆MGZS跨界休旅前 有几个重点是台湾车迷最想知道的 首先是发表日期确定就在8月31日 说不定等到民俗越过后车迷就可以立刻开到新车 其次是价格部分 由于MGZS跨界休旅定位在老大哥MGHS之下 目前外界预测入门款甚至会出现新台币70万以下的六字头价位 就算最顶规车型也会在80万以内 至于动力部分 虽然海外有1.0升涡轮引擎选项 但预料台湾版本MGZS跨界休旅 将采用1.5升自然进气引擎搭配CVT无段变速箱 最大马力达到118匹 最大扭力则是15.3公斤米 搭配前卖花城后扭力量悬吊系统 这样的动力底盘配置 几乎可说是台湾所有跨界休旅车型的标准设定了 虽然动力性能中规中矩 但也有不少车迷直呼 至少比丰田Yaris Cross多出了10多匹马力 表现依旧值得期待 但MG之所以是MG 在台湾备受欢迎的原因 就在于超高的性价比 预料台湾版本MGZS跨界休旅 外观将比照欧规车型 呈现小改款后的新版运动化车头造型 内装将采用黑色当成主要配色 结合高质感染质材料铺陈 利用7寸数位仪表板搭配10寸中央多媒体主机 同时支援Apple CarPlay以及Android Auto 也将配置电子手刹车 顶规车型驾驶座预料将配置电动调整功能 但有两项配备是否搭载在台湾版本MGZS跨界休旅上 依旧是个疑问 首先是全景天窗是否会搭载在顶规车型 其次这辆MGZS跨界休旅在台湾生产后 会否搭载Level 2半自动驾驶功能 这将优关台湾车迷的接受程度 毕竟目前泰国版本或是英国版本的ZS都没有搭载这样的主动安全系统 但凭借着MG Taiwan与母厂的良好关系 加上MG车系在台湾的热销程度 说不定Level 2半自动驾驶功能 会出现在台湾版本的MGZS跨界休旅上也说不定 但一切规格最终还是要等到8月31日才能确定 如果这样的跨界休旅 入门版本价格压在台币70万以下 您会想入手来体验一番吗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 我们下次见 搜索中天车想家 不许输入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